Hello 大家好 我是魏词 有小伙伴和我说 国产现在牛逼了 100万级别售价的仰望U8有了 问我能不能来一个 150万售价的仰望U10 好吗 安排 仰望的设计啊 虽然有些小伙伴会说复杂 但是呢 它这个时空之门灯组设计 确实是很有辨识度的 此外呢 车身那些复杂的线条设计 也是在着重凸显一些 参数化的未来感 最后啊 我觉得对于硬派越野来说 黑武士版本 其实是最能凸显大脑气场的 综合这三点 咱们的仰望U10 就直接基本确定下来了 来吧 直接出图 怎么样 爱车的各位 能拦上吗